和往常一样 Foolin会去Riscord上讨论他们的小组作业 突然 他收到了来自一个异常账号的伤害性信息 Foolin读到这些信息后感到很不适 随即关闭了Riscord 并通过短信把这件事告诉给了朋友 Foolin决定跟父母谈谈这件事 尽管他很难开口 Foolin的母亲安慰了他 母亲建议他要先照顾好自己的心理健康 他们一起做了冥想 还写了日记来照顾自己的心理健康 当他们都平静下来时 母亲建议截平并向学校报告 Foolin感到失望 甚至有些绝望 他觉得举报或发声不会改变任何事情 母亲看到Foolin眼中的绝望 随即建议他去了解同志骄傲的历史 妈妈提醒Foolin 同志骄傲的起源是一次抗议活动 Foolin听后眼前一亮 母亲还建议他去了解Black Joy Foolin找到了Miracle Jones的Ted Talk Foolin读到 Black Joy是 即使生活在一个充满了反黑人的障碍和壁垒的环境中 也能好好生活 茁壮成长 并获得一种难以描述的快乐 全家人一起在手机上了解更多关于Black Joy的内容 妈妈提醒说 网络仇恨是不可接受的 我们不能坐视不管 通过阅读这些内容 并了解同志骄傲和Black Joy的起源 Foolin决定报告他在网上遭遇的仇恨 眼前一开点 三年 二十二三 二十三 四十三 二十二 九十六 四十六